韩市府团队上任满三个月了 市长韩国瑜拼经济大作战 以豫驾清真的姿态率队出访新马和中国大陆 除了抢农特产品订单也积极招商引资 希望提振高雄的经济发展 韩市长陈说高雄这个伟大的巨人沉睡太久了 如何在短期就让经济发展 人民有感 港度热化带您持续关心 为高雄经济找活路 高雄市长韩国瑜兑现选前承诺 在市府财经小内阁成员到位后 两岸小组会议也随即召开 韩市长不但亲自主持会议 也担任小组召集人 并且公布小组成员 同时宣布出访中国大陆的行程 到香港 澳门 深圳 厦门 我们最关键还是要农会余会 要签订一些订单 那这个都已经请农会余会的两位 大家长 理事长来陪着我们一起去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秉持着货 卖得出去为第一个原则 二月底才从西马抢了数亿元的农特产品订单回来 不到一个月又要出访中国大陆 不止韩市长带头拼经济 市府团队也积极盘点手中的资源 希望跟上市长的脚步 其中都发局针对都市计划发展的法令松绑 和可投资的产业用地盘点后 就连续抛出利多的政策消息 针对于都市设计省议地区的建筑物 做一个法令的简化跟松绑 那都市设计省议地区比较代表性的 在高雄市来说 像农十六美术馆 博爱大道沿线 这个是属于都市门面的地区 里面的建筑物都要送到都市设计省议 那这一次做简化的检讨就是 针对过往这样的一个授权规定 再做一个更符合现在时代潮流的一个检讨 那希望捷征便免营造一个友善的投资环境 有些程序太繁琐 那造成他们的申请案 有时候一个申请案要申请好久好久 那变成说会影响到他们对于这一个 比如说开发的热忱 然后很快内部做检讨 那哪些东西要简化 不要说有些流程是不必要的 做一个简化 那我感觉到虽然我不是厂商 可是我看到了春天 一批批的农特产货会卖出去 一泼泼的观光台商考察团进来 韩市长高喊的货出去人进来 已经成为众人都能朗朗上口的口号 韩市长没有忘记要打铁趁热 希望让高雄接轨国际 在许多市政活动中 都再三呼吁民众打开心胸 让世界看见台湾 台湾必须打开大门 与世界做朋友 这条迈向国际之路 我们一起攜手同行 这是袁长寿先生这本书 直接把它标志出来核心的精神 事实上高雄的出镜 跟这个书的精神 讲的这些景欲是非常接近的 针对韩市府团队上任三个月来 致力于各项经济活动的表现 高雄市投资与创新管理协会理事长 同时也是一手大学管理系教授李建新 以房地产交易情况和世界各城市 发展脉络为总体指标 认为韩市府上任后 的确带动高雄的交易市场 如果再有中央法令的支持 更看好未来的经济发展 看得到的风险 有为的政府 就不会让它成为真正的风险 我国家本身不怕世界的挑战 我接受世界的竞争 我开放 我让货出去忍进来 那这样的话 一切为人民着想 为企业创造商机 最有名的典范就是 新加坡 香港 瑞士 不过长期在市议会财经小组的 市议员郭建盟 则忧心高雄的经济本质 在缺乏财源的支持下 既有的公共建设 如何活化运用 和产业武缺的问题 都还有待韩市长提出 更具体的经济策略来因应 他也提醒市府团队 真正的考验 会在庆祝行情的蜜月期后到来 你必须把你的 未来四到八年的经济政策 先定出来以后 再去做招商 高雄有四大 能高值化我们服务业的建筑 比如说我们的卫武营 艺术文创产业 我们的海洋流行音乐中心 流行音乐产业 我们的旅运大楼 我们未来的邮轮运补产业 邮轮摩杆产业 还有我们的会展中心 它是会展产业 这四大产业陆续完工 而且这些产业有的已经在运作 如何效能发挥出来 因为韩市长的崛起带动摊商活络 形成了庶民经济 也是韩市长面资再资 希望从最基层的弱势族群 生活照顾开始 名人陈文倩在担任高雄观光大使期间 也呼应韩市长的说法 台师傅上任满三个月 利多消息不断传出 除了有鸿海集团加码投资高雄 发展智慧工业和农业双引擎之外 软板大厂台郡科技公司 也斥资百亿进驻合发产业园区 市府扮演拼经济的加速器 结盟产业翻转高雄 传统产业未来前景令人期待 以上是港督新闻 李正道黄兰军的专题报道